我们接着来调整材质 我们把这个磨砂玻璃隐藏 好看一下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材质 这个是金属的材质 给点反射 看一下铺地的材质 我们在固有色的贴图后方呢 还是找一张贴图 显示 在修改面板当中呢 给它添加一个油位坐标 稍微大了一些 将坐标移动过来 旋转 旋转 好我们将调整好的材质呢 隐藏 这地方呢我们看可以给刚才的那个材质一点高光 这个是草地的贴图 我们看草地的贴图呢 这个地方我之前讲过给了一个微锐的包裹材质 那么可以让它补一色出来 这个地方呢我们重新给它一个贴图 然后我们看草地的贴图 我们再看马路的材质 你说所有的地面的这个材质呢 我们还是给它一个微锐的材质 做成这种雨后的这种积水的路面 这样呢能体现它的这个材质质感 更好一些 我们将贴图打开 我们给一个优位坐标 好反回来 那么在反射的后面呢贴一张贴图 我们选择这种斑驳的贴图 显示 好我们显示出来之后呢 看一下它的这个 大小 再把它关联到下方的光泽度上面 好我们分别在这个反射通道里呢 将它的反射强度和这个光滑效果的这个强度呢 降入 好那么我们这个路面的这个湿滑的材质呢 就已经做好了 那么如果我们觉得这个 一会儿渲染出来这个材质不合适的话呢 还可以将它的优位啊进行调整 我们看场景当中还有哪些材质 人行道 好那么所有的这个白色的车型线和人行道的贴图呢 我们还是选择之前的这种 比较斑驳的镂空的贴图 显示 我们再将这个贴图呢 关联到透明通道里面去 好这样呢 它黑色的部分呢就漏空了 再看这个人行道 给一张贴图 给一张贴图 显示 给一个坐标 我们将它的这个材质呢 给一些凹图 好 入烟石 入烟石呢 我们可以给一个混凝图的材质 显示出来之后呢 还是给一个UV 我们将它的这个贴图呢 截取到其中的一部分 给一些凹图效果 好 现在呢 基本的这个材质都已经过了一遍了 那我们再将所有的场景显示出来 切换到我们的相机视图 来测试一下 我们调过材质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看现在这个建筑上面 玻璃的材质 颜色呢 还不够干净 包括我们的角度啊 可以稍微的再调整一些 好 我们再将这个玻璃的材质的硅偶色呢 调整一下 可以让它的饱和度呢 稍微高一些 颜色倾向更明确一些 好 我们再看一看 好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个整个的环境和这个主观 还包括材质都已经确定好了 那么之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建筑里面去打一些灯光 我们首先呢 我们首先呢 先把这个主体的建筑呢 显示出来 或者我们整理一下场景 把所有的地形呢 先隐藏 把这个秋天呢 把这个秋天呢 也隐藏 我们将这个 我们把这两栋高层的建筑里面呢 打两盏楼板灯来把楼板照亮 那么我们首先呢 先指显示楼板 把楼板呢 选择出来 好 我们之前学的打楼板的灯呢 是用这个泛光灯 那么我们今天学习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来用平行光 也就是我们平时常用的这盏主光 好 我们先在这个前视图上呢 从底部向上打 然后呢 再切换到顶视图上来 过滤器选择的灯光 将这盏灯呢 移到这个建筑的中心的位置 好 然后我们设置一下 这盏灯光的参数 那么我们之前说 这个打亮楼板的话 在这个阴影的下方呢 有一个排除 那么也就是灯光照亮的范围 我们在这里呢 让它包含 指照亮楼板 我们之前建的这个选择集 好 把它添加过来 确定 然后设置它的颜色和强度 强度呢 我们给成1.5 好 那么在下方呢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 衰减打开 我们记住外圈的这个光圈呢 尽量让它包住整个的楼板 那么那一圈啊 我们让它一般呢 在这个中心以内的位置 那么在前视图上呢 我们再将它的远衰减打开 好 那就是最外围的这个 衰减的范围 聚光区的范围 上方的这个子大的这个参数呢 是聚光的这个范围 好 然后我们将这盏灯光呢 拷贝过来 好 那么这盏灯光的强度呢 可以稍稍的弱一些 因为它要远一点 好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打亮楼板的这个效果 出来了没有 好 好 大家看现在这个楼板呢 已经都被打亮了 而且它就是有这种 上下的这种明显的推运变化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将整张图呢 重新渲染一下 好 我们看这个建筑里面的这个灯光啊 已经亮起来了 但是它的这个强度呢 但是它的这个强度呢 还不是很够 嗯 包括我们底下的这个玻璃啊 透明的程度也不够 那么我们现在啊 可以将我们的玻璃呢 改成这种混合材质 上下有这个透明的渐变 好 那么我们将这个玻璃的材质呢 稍微修改一下 我们选择这个玻璃 把它转成 Blend的这个混合材质 好 那么转成混合材质之后呢 我们下方的这个第二个材质呢 我们可以将第一个材质拷贝下来 那么只是在透明度上呢 我们给它做一下修改 那第三个材质是 第三个贴图材质呢 是Mask遮罩 那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呢 去添加一个渐变贴图 我们就在这个里面添加这个渐变贴图呢 添加进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玻璃啊 我们把玻璃呢 重新选择一下 好 由于我们这个过滤器没有改回来 好 我们重新把这个玻璃呢 材质转换成这个Blend材质 那我们将这个第一个材质呢 拷贝到下方的第二个材质球上 只是在这个透明程度上呢 我们把它这个不透明度呢 降低 好 在第三个Mask遮罩里面呢 我们添加一个渐变贴图 好 显示这个贴图 那么我们到第三个显示渐变贴图上 那么我们将它给一个UV坐标 给称Box的类型 好 大家看现在这个上下的这个透明 上下的这个渐变的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将它的这个底部啊 透明程度再加强一些 让它的这个过渡啊 底下透明更明显一些 好 那么这个材质球呢 底下的这个玻璃啊 就变得比较透明了 那么我们看将 当我们把这个材质呢 玻璃材质底下改透明之后呢 跟上一次渲染出来的图像 肯定有明显的区别了 那么它底部的这个光呢 就会更亮 我们再来渲染一下 好 我们现在看呢 当我们修改了玻璃材质之后呢 它底部的这个亮度啊 明显要比上一次的这个渲染测试呢 要亮一些了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上方的玻璃呢 又不是特别的精神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上上把玻璃啊 给一些自发光 而且这个之前我们知道 有一块玻璃啊 它是比较透的玻璃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将这个玻璃 两种玻璃啊 再稍微区分一下 我们返回来呢 将这个材质 稍稍给一些自发光 好 之后呢 我们再将之前的这个 比较透的玻璃呢 好 比较透的玻璃 让它再亮一些 好 我们看底下的这个 商业的部分呢 一定要再让它亮起来 好 我们再把这个底部的 这个商业呢 打灯光 那么底下的群楼的 商业的灯光啊 应该是要比上面 塔楼的一些灯光啊 是要亮一些的 继续之前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这个 欧米灯呢 泛光灯来打底部的灯光 好 调整它的参数 开启 Virror 阴影 强度 衰减 我们可以让它内光圈呢 在这个0的一个范围 那么外光圈呢 外光圈的衰减 让它开启 这样的话 它就是从0开始 均匀的进行衰减 好 我们复制 灯光按住键盘的Shift键 关联复制 好 之后呢 我们选择 一层的所有的灯光 将它的位置呢 高度移动上来 移动到一层的位置上 用缩放工具 在Y轴上 将它的光圈压扁 再来复制上一层 好 现在灯光 已经布置完了 那么我们再将 另外一栋楼的 这个灯光 打起 放大看一下 好 现在这个底部的灯光啊 没有亮起来 而且这个后方的 这一块上页呢 也没有打亮 那我们再将它的 衰减的范围啊 再开大一些 好 现在这个渲染的测试 已经渲完了 我们看有些地方啊 还是没有亮起来 那么我们再把这些灯光的呢 强度呢 加强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室外呢 稍微补一些灯光 那边 就在这个测试上